你见过这样捕猎海豹的方式吗? 一张白布挡着男子,男子慢慢靠近海豹,等待时机将其捕猎,那他能成功吗? 已经步入近现代的殷纽特人,生活发生了那些变化,已经有现代工具的他们,还会使用祖先流传下来的打猎方式吗? 本期视频,我们将继续走近殷纽特人,一起去看看近现代的殷纽特人是怎么生活,也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捕猎海豹的。 新的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一早起床的小女孩哼唱着妈妈交给她的童谣,提着铁桶来到一座冰山前。 她需要在这里采集一些冰块,将其煮化后来烹饪食物,已经有现代工具的殷纽特人,已经淘汰石锅和骨头制作的道具。 正当女孩还在采集冰块时,一旁的男孩也早早拿着各自玩具在水面玩耍,现在的他们已经有了像样的玩具,可是北极盐库的环境,也只能让他们在零下几度的水里玩着玩具。 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玩耍时,大人们就要为生活劳作了,他们需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将买来的鱼网放入海里,这样才可以捕捉到鲑鱼或者海盗。 他们仍然坚持万物皆有用处的理念,海兵也不例外,海兵可以当木板使用,它可以防止鱼网下沉,如果他们使用石头,太阳会把它晒得很热,石头会融化掉冰,这样就可能会失去网,有时他们会通过鱼网捕猎到大量海豹。 遇到阳光明媚的时候,阴纽特人会把多余的海豹储存起来,并在上面放上石头,沉重的石头可以保护肉不受狐狸和熊的伤害,海豹肉可以被阴纽特人和雪橇犬当食物吃,而海豹皮就可以给阴纽特人制作靴子和衣服。 随着北极夏季的来临,气温会慢慢升高,营地上的积雪也在慢慢融化,因纽特人不得不再次选择迁徙,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新注作,他们的迁徙也还是使用的狗拉雪橇,可他们已经不是一两条雪橇犬了,而是整整十五只。 迁徙时,他们会带走所有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雪橇犬的幼犬,主人通常会把它们放在雪橇中。 可狗妈妈呢会放心常年吃肉的阴纽特人,叫着要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但最后还是被主人拉了出来。 出发前,大家简单吃点饼干。 然后就可以把海豹皮制作的婉具和绳子套在雪橇犬上,最后再固定上海象牙雕刻的活扣。 新一次的迁徙就此开始。 四月的北极,海冰上的雪还是硬的,雪橇可以很容易被拖动,但随着温度升高,炎热的太阳会使雪变软,雪会变得潮湿和沉重,然后融化成水池。 这可是因纽特人在迁徙时最怕遇到的情况,气温变暖可不是所有动物都想逃避的。 这不,水燕开始在河里欢快的游泳觅食,连雪燕已经回到悬崖开始驻潮。 而生活在冰下的海豹也都出来晒太阳,海豹此时会在冰面开许多栋。 每个洞的大小刚好够他把鼻子伸出水面呼吸,白天他会静静地躺在洞里,只有鼻子尖露出水面,他在呼吸寻找任何奇怪的气味。 如果一切正常,他会抬起头,迅速地环视死众,他必须时刻警惕北极熊和阴纽特人,那是他最致命的敌人。 当多次确定没有危险后,海豹就会出现在冰面上,一旦它出现冰面上,阴纽特人就有食物了,他们坐在高处通过望远镜看到在冰面上休息的海豹,迁徙时也没多少食物的阴纽特人都会选择在海豹出没的地方进行打猎,遇到可以很容易捕猎的海豹,就会将一块白布用木棒支撑住。 然后拿着猎枪慢慢靠近海豹,猎人必须小心靠近海豹,他知道自己一个小的失误就会让海豹惊醒而逃脱,同时这次的捕猎也是难得的教学事件,猎人想让自己儿子在远处观察,让他跟着自己学学怎么捕猎海豹,离海豹只有100米左右时,猎人开始匍匐前进,慢慢观察海豹情况。 但发现没有惊动海豹时,拿出猎枪,精准一记,一只海豹就这样被捕获到了。 现在的因纽特人有了更好工具后,捕猎不用花费像以前的几个小时,他们往往可以很简单的捕猎到海豹,捕猎到的海豹有时候也会进行售卖,现在的他们只懂的,生存不光只需要食物,同时还需要大量金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下期视频我们一起去看看既现代的因纽特人是怎么处理海豹的,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因纽特人的生活,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